大家好,我是Mira 韓文的A girl 就是殺嬌 大家知不知道韓國男生很喜歡女生 對著他們殺嬌 剛剛Mira在網上看到有人 歸納出五種 韓國男生喜歡的殺嬌方法 接下來 我就要直直表演 五種殺嬌方法 大家有這個心理準備 應該會無管動 非常簡單 就是講尊敬語 如果你跟男生已經非常熟 可以講半語的關係 無論比你大或比你小 你有時跟他講尊敬語 他一定會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韓國男生很喜歡自己處在高位 很享受給女生尊敬的感覺 如果你跟他講尊敬語 他會覺得你是尊敬他 他會覺得你很可愛 所以說尊敬語也是其中一個殺嬌方法 當然因為你們一向都講半語 所以在偶爾講尊敬語 才會有這個感覺 但如果你一向都會跟他講尊敬語 這就不是一個殺嬌方法 接著這個 在每句句子的結尾 加一個鼻音 比如問你剛才做了什麼 韓文本身就是 如果加鼻音 就變成 或者是早上韓文就是 如果加個鼻音 就變成 或者是我掛著你 韓文就是 如果可愛一點加鼻音 就變成 然後有個進階版 就是加鼻音的同時 把那個字重複兩次 比如是很冷 韓文就是 如果加鼻音再講兩次的話 就變成 就是 或者是 救命啊 或者是肚子 加鼻音再重複兩次的話 就是 然後你通常叫韓國男生 是叫 如果你加鼻音再講兩次的話 就變成 很多男生 都會因為聽到 這個字 就什麼都聽你說的了 你叫他買什麼都買給你 接著第三個 就是把字拖牆來講 譬如是你激怒了人 然後你叫他 哎呀你下了一口氣他 韓文就是 把這句拉牆來講 就是 救命啊 啊 對不起就是 如果你是對男朋友說的話 通常會有個 匿稱 很多時候情侶之間的匿稱 就會是 那你就會變成 就是這樣了 我上網看到的話 這個行為是面對面講的效果會更加好的 還有一個就是 雖然你是大人 但你也要假裝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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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這句本來就是 這句本來就是 那根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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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低能得那麼低能 有那麼BB 就會非常之奏效 不知道為什麼韓國男生 是對這些 A girl 是非常之 沒有力抵抗的 但我本人呢 真的 撐不住這些韓國式的 A girl 但如果剛好你的另一半呢 是韓國男生的話 不妨都可以 用一下 殺嬌方法 去跟他們殺嬌 他們一定會 非常之 開心 好了 那今天這個video呢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們都喜歡韓國的朋友 最後訂閱Mira's Garden的話 很快就可以看到我的新片 那我們在下條新片再見啦 Bye Bye